回来节目时间 今天设计空间和大家参观 则鱼冲康宜花园的单位 全屋以黑白啡为主调 大部分的傢俬都是以木材造成 既简约又时尚 完全看不出屋主是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 设计师有特别预留位置 给屋主去到重盘载 则鱼冲康宜花园的单位 实用面积接近510尺 屋主是一对七八十岁的夫妇 但单位的设计和用料一点都不保守 我用了一些比较浅色的木材 再加上一些金属、不瘦钢的质感材料 让这家屋看上来不像是一家老人家住的屋 始终单位住的是老人家 设计方面都不建议太过花巧 风格比较简约自然 而全屋主设计就是时下流行的黑白啡 其中大门口旁边的墙身 以白色的木条纸修饰 亦来可以增加立体感 亦来亦有拉高楼底的效果 地下改坡木地板 沙发是恒色 黑色地毡和黑色窗框 都为室内增添一份时尚的味道 单位本身是钻石净尖格 地方难免没那么好用 设计师在入场傢俬方面着手 订制了一组大的曲尺形电视柜 将客厅的墙身拉直 贵的内笼加设了LED灯带 令摆放在这里的层次根据立体感 考虑到屋主都不会经常开冷气 设计师都很贴心 特别在餐桌附近的天花加装了一把吊线 线同时是灯可见一物多用 厨房的位置在客厅后面 设计师将它吊出来 厨房现在在大门右手边 变成开放式 和饭厅距离更近 除了多功能房多储物之外 其实我搬了厨櫃出去饭厅 其实这里都是一个因素 令到空间可以多些帮给他储物 某次雪柜旁边做了一组拉摊式的柜 内部有不受个层架 用来摆放满碟 上下就做了厨櫃 以白色为主吊 煮食炉就可用电磁炉 无火煮食就更加可以提高安全性 牆身就铺上不受钢围板 方便打理 和客饭厅不同 这里铺的不是木地板 而是灰色的地砖 目的都是希望公公婆婆容易清洁一些 至于原来的厨房 现在就变成多功能房 有书柜 另有隐藏式的床架 方便有客人留宿 屋主两老喜欢种植物 所以设计师都预留了位置 让他们摆盘栽 洗衣机和干衣机就放在房间 做了洗衣干衣房 单位还有两间睡房 其中主人房贯彻客饭厅的设计 床背板以灰色闷布皮色面 天花做了滲光效果 光线更加柔和 由于做了山边下床之后 剩下的空间不多 衣柜可以怎样摆 我希望做到山边 所以将主人房和客房之间 道场拆了 然后偷了位置 做了一个很大的衣柜 现在主人房的空间大了很多 但是又不觉得需要佔用很多地方 始终屋主两夫妇年纪又回来 设备都要讲究一些 配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需要 屠次原本是浴缸 因应屋主的需要改成棋缸 又在旁边加装扶手